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这样一份文件 我是不是想要去插入目录 那你就要去思考 目录放在什么地方 例如说我想要放在最上面 那我是不是可以按Ctrl 加Home 是不是就回到一刚开始的地方 那我现在我就点这个 第一个标题1 现在游标是不是落在 第一个标题1的前面 然后按一下Enter 刚刚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凡是标题1 它都会怎么样 都会从新的一页开始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题1 所以请把这个标题改成内文 因为目录不是标题 目录不是标题文件 所以请把这个标题改成内文 然后接下来 假设我今天呢 我想要做目录 然后接下来我就点选什么 参考资料 目录 然后插入目录 以前如果你不知道目录 你是不是很麻烦 你要选到这几个字 然后复制 然后到这个地方贴上 然后Enter 然后甚至还去编个页 例如说第一页什么之类的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选到这些字 然后复制 然后贴到这个地方 贴上 那更重要的是 假设这里是第一页 更重要的是 那个内文字要是改掉 这边会不会跟着的 不会啦 所以千万不要用复制贴上来去做目录 而应该怎么做这个目录呢 应该用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底下的目录 目录里面有一个叫插入目录 然后直接点选确定 这样是不是目录就做好了 而且更棒的地方是 这边是不是成功简报关键篇 Ctrl加这一个 它是不是可以快速跳到内容区 如果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做修改 做什么修改 内容文字的改变 例如说这个标题1的内容 我改成什么 成功简报关键技巧篇 好了 那我们会不会希望这边目录要跟着改变 当然希望啊 所以我要直接告诉你 目录在这个地方参考资料目录 它隔壁就会有更新目录 它一定是把相关功能放在一起 所以参考资料更新目录 更新整个目录 仔细看哦 这边目前还没有技巧吗 好 确定 有没有发现成功简报关键技巧篇 是不是就出来技巧两个字了 所以当内文字内容标题修改的时候 目录也会跟着修改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好 所以麻烦请各位哦 麻烦请各位学习一下参考资料 目录 制作目录 制作完目录稍微修改 是修改这个内容哦 这个内容里面的 例如说这个地方 直接输入123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 不会跟着直接改 一定要点选什么 参考资料 更新目录 更新整个目录 然后这边 就会跟着去做改变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这件事